大家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二 那么现在呢,我给大家播报一条最新的消息啊 就是瓦格纳的头子啊,普里格金呢 又发表了一个长达30分钟的讲话 那么这个讲话呢,现在网络上面呢,有这个视频 但是也不是全面的 我也没有在网络上找到这个全部中文翻译过的啊 但是有的人呢,根据外媒的报道呢 把它整理出来的一个简要的提纲 那么我把这个内容呢,给大家播报一下 这个里头的内容啊,还是挺劲爆的 可以说揭露了俄军的很多内幕啊 也真是叫人触目之心 怪不得俄罗斯的这个仗啊,打成这个样子 如果不是因为腐败 这个世界第二强国的军力啊,不会这么差 那么我通过普里格金这几天的讲话啊 我觉得普里格金啊,为了他这个造反啊 他是做了充分的准备的 而且他懂得怎么样抓住民心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现在对他的总结就是啊 他前期的这一系列行动呢 是针对普京的一个诸心式的造反 我先不用流血冲突的办法 我用最小的代价呢 把你普京的人设呢,给你搞垮 然后呢,我还能赢得俄罗斯民众的支持 他现在有几个先决条件啊 是符合俄罗斯人民的这个心理特征的 首先他在这次俄乌战争中呢 给自己塑造的一个强人形象 你看他亲自穿上那个作战服呀 到一千去指挥战斗 你不管那个东西是真是假啊 首先他在这个形式上呢 好像是站着在第一线 你再看普京他们,邵伊古他们 还有那个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他们 都是坐在作战室里头 穿着鼻铁的衣服在那指挥作战 这是一个很大的反差呀 所以他现在呢,才赢得了硬汉的形象 反而是像普京呢 让人们觉得他们是在那表演 是在那演戏 他们的硬汉呢,是装出来的 这个普里格金的硬汉呢 是打出来的 包括今天我看那个白俄罗斯总统 卢卡申克还说呢 他觉得这个普里格金啊 特别英俊帅气 我觉得他这个评价啊,也挺有意思的 然后呢,普里格金的瓦格纳雇佣军呢 从整体战斗力上来说 比国防军呢,还是强了很多 在这个俄乌前线 有好几个地方的攻坚战呢 都是瓦格纳打出来的 所以人们认为啊 这个普里格金的瓦格纳军队呢 才能代表俄罗斯的战斗力嘛 那能像国防军那样子 连一点战斗力都没有 让俄罗斯民众很失望 就是这两个方面啊 已经给这个普里格金啊 已经得了不少的加分 所以他在这次判断中 你看啊 很多老百姓是支持他的 另外我们通过他一系列的讲话啊 我们应该能分析出来 他整个造反啊 是由他一套策划的 他而且是用争取民心的办法 你看啊 他打的这个旗号呢 就是按照中国的历史来说 就叫清军策嘛 就是说俄罗斯现在为什么成这样呢 就是因为这个朝中啊 出现了腐败分子 我们要把这腐败分子搞掉 就相当于打着那个反腐的大旗 而且他不断揭露这些人的短处 就是使这些人呢 成为公众的敌人 所以他这一系列的行动啊 还是有模有样的 不像有的人评论啊 这个普里格金呢 就是黑社会出身 他干事情呢 有点像个莽夫 但是你把他从头到尾的 这一系列的举动 你看一看 他是很有章法的 而且是松弛有度 他很清楚 他只有这么两三万人在俄罗斯 他要硬拼的话 他肯定是拼不过的 但是他用这种策略 他用这种反监计 他用这种争取百姓的办法 可能会获得更多的盟友 所以他还是非常精明的 那么我们看他今天这段讲话啊 他讲话的这个地方呢 没有透露 但是我们从这一点可以推断 他现在依然跟他的军队在一起 这个我在前面的两期节目里头都说了 造反的人哪能脱开军队嘛 对不对 你一旦脱开军队 就是你被消灭的日子 所以像有的人分析的啊 他现在已经被抓了 他现在已经跑到白俄罗斯去了 等等啊 都是一想 都是对这个历史一点不了解的人啊 凭自己的想象 去分析一个造反者的心态 这个啊 差距是十万八千里的 就是他这个讲话 首先我们现在能确定 他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而且他是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 所以他才能从容的讲这段话了 我们反观这两天啊 普京这边的表现啊 可是不怎么样 我们看他开那个特别军事会议 上面的人 一个二个都是死脸 都是面无表情的 可以说这些人啊 到现在已经对普京 是不是能长期执政呢 持有怀疑态度 那么同样像邵一五这样的人 他也是手握重兵的人啊 当他看见瓦格纳都能搞成这个样子 难道说他没有异心吗 对不对 难道说你普里格金可以搞清军事 我不能搞邪天子令诸侯吗 所以啊 现在在俄罗斯境内啊 手握重兵的人啊 都成了普京的威胁 普京现在啊 真是啊 头比抖寒大 那么我们看这个报道啊 普里格金最新的视频 很具有爆炸性 这位瓦格纳CEO 刚发表的一段30分钟的谈话 把锅甩给了少一骨 并为普京寻找战败的理由 他说从2014年到2022年 乌东顿巴斯被总统府的人 FSB与寡同们掏空了 这里头的FSB啊 这个简写我不知道代表什么啊 也许是代表国防部吧 如果有朋友知道的 可以帮我指证一下 他们从没有人承认的LPR与DPR 顿巴斯人民手里 攫取财产 这两个简写啊 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大家听着就完了 将军们用死去生命的名额 吃空想 4万的军想 苛扣掉2万 就说在这两个地区呢 树杂的人呢 国防部的统计是4万 实际只有2万 另2万呢 被国防部吃空想了 你想一想 俄罗斯哪有战斗力呢 然后普里格金说 顿巴斯是一个 他们捞钱的好地方 那时乌军在这里 也没有多少人 双方偶尔交货 根本没有什么特别的 国防部欺骗俄国社会与总统 编造乌克兰要与北约 一起进攻我们的说辞 所以 所谓特别军事行动 完全是出于与官方说法 不同的理由 这个是一个猛料呀 按他的说法就是 以前乌冬地区啊 没有多少战斗 就是一些零星的战斗 但是这帮人呢 编造谎言 欺骗俄罗斯社会与普京 然后骗这个经费嘛 就相当于中国古代那个官府呀 仰寇自重语啊 就是说我们这闹都肥 然后我连连脚 然后连连都肥脚不完 跟这个是一个道理 那么他后面讲的这个更可怕 就是说乌克兰要与北约 一起进攻俄罗斯 这个说法是他们编的 所以就没有这个事情 他们编造了一种假象 然后来套这个经费 所以他最后说 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啊 这个正式的目的呢 跟官方说的是不一样的 官方是说呢 这个乌克兰要加入北约 被北约逼到家门口 我们不得不找一个安全的空间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是他们编造的假消息 所以啊 这个普里格金呀 讲的这些东西是真是假呢 我们现在不好判断 但是他爆的这种料 就像一个蝎子一样 定到了俄罗斯老百姓的心里头 老百姓心里头就会犯嘀咕 假设这场战争的起因 都是他们编的 为此俄罗斯付出了多少人的生命 为此国家耗费了多少财产 然后打成目前这个样子 他们会多恨这些腐败分子 那么这个明星一下就跑到普里格金这边来了 他就成了一个民族的英雄呀 他揭开了这个黑幕呀 所以这个普里格金呀 还是很聪明的 然后我们再看啊 普里格金在讲话的其他部分 分析了俄乌战争以来 俄军的各种问题 包括俄军最初忙着将 战领区的财务设备 运回俄国 俄军指挥混乱 伤亡惨重的 他还指出敌军越来越强 越来越会打仗 俄罗斯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看来普里格金已经看清了形势 并决定了下一步 这句话是话弄点睛之笔 就是他看清了俄罗斯的形势 所以他才敢造反嘛 这个就跟我那天在节目里头讲的一样 普里格金是搞清楚了 打俄罗斯比打乌克兰简单多了嘛 而且打俄罗斯的利益更大呀 他有可能成为一代寡头呀 对不对 那么在这种机会下 他为什么不放手一搏呢 对吧 所以啊 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拍照呀 不是像有些人说的已经结束了 我说呀 他只是刚刚开始 就是瓦格纳搞不成 那还有张格纳 李格纳的嘛 在后面排这队搞嘛 所以在俄罗斯呀 将会有一幕幕的好戏出现 那么我们作为吃瓜群众啊 我们就等着看戏吧 好吧 这期节目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